我們每一次做附魔 主要的意思就是在做襲災 就是襲掉所有人的災難 做爭議就是增加所有 這個 祈求者的利益 那麼敬愛呢 就是在做希望能夠這個家庭圓滿 敬愛圓滿 那麼做降伏呢 就是希望這個官司啊 及這個惡印啊 跟小人啊 都能夠退散 如果有不好的 就給它遮止掉 因為做了這個附魔以後呢 就把這個不好的 給它遮在這個附魔之外 就遮止掉 這是一種降伏 那我們昨天晚上呢 就聽這個連登上司講這個 和光同誠 今天早上我有一點靈感啊 也就寫了一篇文章 這篇文章也就是和光同誠 和光同誠 昨天講的是笑話 昨天晚上講的是 大家笑一笑嘛 那今天講的就是比較嚴肅一點 那麼在沒有嚴肅以前呢 如果學這個連登上司也講一個笑話 這個笑話是這樣子 有一個人啊 他昨天講的笑話 第一個笑話是講廁所的笑話 那麼我就接著講 也是講廁所的笑話 那有一個人呢 去上公共廁所 那他一坐下來啊 就看到對面有幾個字 看到這個牆壁上有幾個字 他說請轉 請這個左轉90度 請你的頭左轉90度 就會看到一些很奧妙的東西 那麼這90度這邊也有寫字啊 請右轉180度 你就可以看到一些很奧妙的東西 他又轉180度 看這邊 他這邊講快要出現了 請你再轉90度回到正面 那麼你的屁股抬高45度 就可以看到奧妙的答案 他真的把那一轉到正 然後屁股抬高45度 抬高45度就看到這個 他馬桶底下寫了幾個字 馬桶前面在地上寫了幾個字 上面寫著大便就大便 哦 頭轉來轉去幹什麼 啊這個是很奧妙 對很奧妙 跟這個連登上司講啊 這個昨天晚上說進廁所在製造晚餐 啊 亦起同工啊 亦起同工 下次講故事你們可以講給大家聽 像你轉來轉去 結果最後被罵了 頭轉來轉去幹什麼 啊 坐馬桶就坐馬桶啊 談到這個和光同城 我今天早上就想到 這個老子啊 老子 他講 這個人啊 活著的時候啊 很柔軟 身體很柔軟 死的時候啊 死的時候啊 就很硬 很僵硬 很僵硬 老子又講啊 這個樹木啊 這個一般的草啊 活的時候啊 都很軟 很柔軟 啊 這個樹枝啊 風吹來也是搖來搖去啊 很柔軟啊 這個草啊 搖來搖去都是很柔軟 死的時候啊 就變成很枯 很乾 像一場 一個灰一樣 所以老子是這樣子講的 僵硬啊 你太剛強太硬了 太喜歡出頭了 太硬 是死之徒耶 死之徒耶 死之徒 很容易遭到惡硬 很很容易遇到災難 很容易得到死的 人的要放軟一點 要放下身段 要身體要軟一點 就是 柔弱身之徒啊 老是戒剛強 這是老子本身講的 意思就是講說 你一切放軟一點 不要那麼剛強 那麼固執 那麼執著 好 你就可以佛得很快樂 不會有什麼災難 你太剛強了 太硬了 太固執了 就會產生災難 老子的意思是叫我們 和光同城 大家都一樣 你推來 我就閃 我不跟你抵抗 我柔軟一點 我跟你道歉 就會沒事 你推來 啊 我用錢滑打過去 那就會出事情 就殺人一萬 自損三千 所以凡事呢 像我們學太極前 軟的比較好 太剛的 容易出問題 這老式的意思講 柔軟在上啊 僵硬在下 所以柔一點 放下身段 就是和光同城 那蓮登上師是很和光同城的 我一直看他沒有什麼表現 但是他講出來的法 有他的這個法味在裡面 那蓮廟上師呢 是一直有表現 啊 他這個表現呢 我們也可以放軟一點 所有的人都會欣賞你的表現 啊 他的話很好的 他的話 越來越進步 越來越那個 那麼 他 很難說的 突然之間有一天 他成為世界級的轟營人物 這是很難講的 這是很難講的 因為他的話本身來講啊 他的話已經有超高的境界了 他就是世界級的轟營人物 那麼有世界上很多的人去認同他的這個超高的境界的話 他就是世界級的轟營人物 所以我們有一句話講 不是你這個畫家畫畫成為一個大畫家 而是你這個畫家 世界上的人全部共同認同你的畫的時候 你就是超級大畫家 所以在這個畫要成名以前 你自己的身段也是要放軟 大家一起來欣賞 所以成為世界級的轟營大畫家 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謝謝